继续今天十点不一样精选 先来关注 台湾每年调涨基本工资都缺乏客观依据 导致劳资双方各自喊价 最后沦为政治决定 因此延宕多年的最低工资法 将在这个会期立拼三读 行政院草案版本也将CPI物价列为 因参产的指标 希望减少争议 总统蔡英文承诺的最低工资三万元 确定跳票 而延宕多年的最低工资法 终于赶在大选前 通过行政院草案审议 将送进立院礼拼本会期三读 跟现行制度最大不同 最低工资法是把CPI列入参考指标 相关部会和学者也将组成研究小组 依照当时的经济和就业情况 建议最佳调幅区间 至于给薪低于基本工资的业者 最高将开罚新台币一百五十万元 那这样的目的就是要让审议委员 有一个聚焦的一个讨论范围 不会沦为我们过去很多人批评的讨价 就漫天喊价 那这个是我们从韩国澳洲 他们的运作多年的经验 他至少让他算不能够完全消弭 这个审议委员会的这个不同意见 但是他会让审议委员会的审议委员讨论有一个范围 不至于漫天喊价 不过政府的好意 劳工未必买单 有劳团批评 最低工资法 没提出具体计算公式 无助于改善劳工低薪现况 此前台北市劳动局局长 民众党立委赖湘林同样认为 参考更多指标 并制定成公式有其必要 公式才有个依据 不会沦为这个就是说 比例上面随便幅度性的被动手脚 所以公式就是一个 取信与社会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文件 文字入法 第二个是指标 哪些指标参财 哪些是这个没有参财 那这一次看起来只有一项指标 是被这个叫做强制性的认定 其他都是好像是参财而已 那这个当然就更沦为刚刚讲 所谓换汤不换药的疑虑 但长期研究其他国家 基本工资制度的学者李建宏 持反对意见 他表示全球实施基本工资的 大约有171国 但只有三个国家设定公式 包括马来西亚 哥斯大利加以及巴西 先进国家很少套公式 涨基本工资 原因出在这 公式它是死的 可是外在的社会经济环境变化 是非常高度变动的 你定了公式 而且入法 定在法律的公式 你就要执行 那你总不能每年修法修公式吧 不可能 那实物上做不到 所以你定了公式 在法律里面就要去执行 可是这个公式万一 没有办法符合外在 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 那你却还是照公式去调整 那这不是让整个劳工 跟甚至资方 还有整个台湾社会 都受害吗 社会救助要解严 社会安全更全面 政府调涨基本工资 为的是保障边缘劳工 然而社会的角落 粗骨两百多万人 不仅领不到基本工资 连社会救助资格 都被排除在外 根据社会救助法 修法联盟 所做的最新统计显示 有百分之九点一的民众 自认贫穷 而且五年内无法改善 另外百分之七点八的人 接近贫穷 一旦遇到危机 便可能难以翻身 两者相加比例 近百分之十七 对照政府承认的贫穷率 百分之二点六 落差相当大 社就盟表示 长期以来 想申请低收入补助的民众 都得跨过虚拟收入门槛 也就是基本工资 但实际上 许多人平均月收入只有几千块 基本工资调得越高 弱势族群反而未蒙其力 先受其害 基本工资条涨 号称近两百四十万人受惠 但就怕推高通膨 反而轻蚀上班族收入 也加重企业成本 提高弱势劳工失业风险 政策两面刃 必须小心拿捏 TVB新闻 罗士鹏代表力台北报道 目前台湾的购物族选择的 房贷年限大多是30年 对比其他国家 台湾的房贷年限 落在中间值去保守 而在瑞典房贷年限则是破百年 不过因应近年房价高涨 韩国为了协助年轻人买房 也把年限由40年 拉长到了50年 我现在109年的时候 那买了细纸电梯大楼 那时候因为经过评估时候 选择了30年 那也是评估了薪资 整体的收入的一个情况 所以是我们30年期的贷款 刚购物三年的贾小姐 和多数的台湾人一样 选择30年的房贷年限 但其实早期台湾的房贷年限 通常为15到20年 但在一九九五年 修订银行法第38条之后 延长房贷年限至30年 也逐渐成为市场主流 如果说有40年的话 我当然相对会选择 因为其实40年来说的话 每个月的交款的 减金额相对比较低 压力上当然也会比较减轻 那可能也许有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样子总缴款的利息是变多的 但是对我来说可能 这样子是比较有余裕 可以把多贷款下来的金钱 拿来做资金的并且并预额 或是其他的一些投资 不过也有买家会担心 因为房贷年限拉长到40年 感觉这辈子就为了自己的家 而疲于奔命 如同终生房奴 台湾的房贷年限普遍来说 相较国际来说 其实来讲是不长 那陈述来说 我们也算是这个 打捏的比较紧盛 港澳地区普遍来说 也大概是三四十年的 这个区间为主 但是有一些这个中国 在港澳地区设立的银行 有乘坐的年限 可能可以拉到到40几年 甚至50年左右 因为房价高涨的关系 全球主要的15个国家当中 其实也针对了房贷年限 做出了一些新的政策 像是英国韩国还有日本 都推出了50年的房贷 韩国政府为了救房市 从2023年7月起 将房贷年限由40年延长至50年 并提供首购族申办 各大银行也开始出现 申贷爆量的盛况 瑞典房贷年限则是破百年 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因为当地的习惯是只还利息 不还本金 而台湾则和西班牙 印度美国等国一样 落在40年 新加坡加拿大35年 中国大陆荷兰纽西兰30年 而法国虽然具有25年 不过却提供20%到40的 首购族头期款补贴 减轻房贷压力 台湾并没有跟进 依然维持在40年的还款上限 但是政府主办的新清安房贷 则把房贷还款年限 从原本的30年延长到了40年 由于清安贷款是国内房贷组 最普遍最普及的一个房贷方案 所以它也变向达到了 延长房贷的一个效果 以泰国人来讲 他们大概有从20年到40年 我也有听过50年的都有 对那以自助跟投资来讲的话 自助比较多是可能贷20年30年 那投资的话就可能会把年限拉长 拉到25年 可能到40年的都有听过 而贷40年不代表非得缓满40年 房贷族一旦存到前 或者转售就能提前清偿 至少能减少因为还不出钱 而违约的可能性 虽然放宽房贷年限和乘数能减低压力 就能促进买房 但同时也可能刺激房价上扬 而2023年房市多空对质 加上9月移转动数回温 让不少业者认为市场利空出境 但不动产投资顾问公司 董事总经理严秉丽 却认为利率攀升资金仅 未来房价下跌趋势不变 像是第四季的房市走势 以蛋黄区来说大约一年跌2.5%左右 蛋白区则可能跌约10% 因此以住宅市场来说 资用价格只要合理就是出手的时机 TVB的新闻和江洋珠光宏 谢丹慈台北报道 经济多育服务能够提高生育率吗 卫福部规划的儿童托育服务法草案出炉 两大方上包括了托婴机构 跟人员提高管控 提升托婴量能及品质 但民间团体认为 政府应该要严拟的是如何增加量呢 老师唱着儿歌 小朋友睁大咕噜双眼 不到一岁的娃儿们爬在地上 有的被老师抱着 这里是企业的拖婴中心 解决有拖婴需求员工的烦恼 当初在设立收拖的时间就是配合我们员工的上下班时间 当他们上班就可以带过来 然后下班就直接可以接回去 这间企业托婴中心核定收拖59位 满班需要排队 12位老师们都有托育执照 还有一位主任 专属护理师跟一位厨工 有托育需求的同仁 他们面对托育的时候 所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 对 那包括从费用的方面 然后幼教师资环境等等方面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 为了强化零到二岁的托育管理 为服务规划的儿童托育服务法草案出炉 儿童专法的立法宗旨是在服务儿童 但托育服务也是在支持家长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键 安心托育是不少家长的愿望 专法草案 研拟保姆登记资格比照托婴中心 需具备托育人员技术试证 或高中以上相关科系毕业的双轨制 授讯一百二十六小时管道退场 针对桥立明目收费 为与家长签订契约开罚 因为现代的家庭需要双心 女性也要就业 那托育服务正能支持女性的就业不中断 那我们认为政府提供公共的托育服务 才能有效的支持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看到专法里面的条文 包括了基本的立法目的 或者是托育服务的核心内容 或者是中央主管机关的权责 其实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卫福部仍然把托育服务定位在儿童本身 就是提供给孩子好的照顾 那其实忽略了托育服务 其实有支持家庭生涯 支持家长平衡工作跟家庭的重要的目的 卫福部统计去年底全台居家托育服务中心共七十一处 居家托育人员两万七千一百三十四人 托育中心有一千五百零二家 托育人员一万一千一百七十人 其中私立一千一百一十七家 公办民营三百八十五家 收拖儿童四万四千零七十人 修法重点提高人员管控规格 取得保姆资格若难度提升 保姆会不会越来越难找 零到二岁主要的托育服务的主力 其实是居家的托育人员 就是居家保姆 就是对于居家保姆的量能这件事情 应该政府可以做的事情是 在广招更多的托育人员 投入这样子的职业 那现在也不是说没有专业人力 其实每年有非常多人 考取保姆技术试证 但是取得证照之后 没有相应的投入居家托育工作 要解决台湾生育率低 女性劳参率低等问题 民团建议应该在专法中 明定公共托育服务细节 主管机关的意思是希望说 把托育两岁以下的机构式托育 以及居家式的托育 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 再合并一些像社区 或是互助式的托育服务 把它合并成一个专法 我们觉得是乐见这个 这样一个发展 但是我们要看内容 如果这个专法 只是把现行的母法 以及相关的执法的法规 把它拼装在一起 并成是一个拼装车的话 那我们觉得就失掉 这一个专法的一个理想性 托育整合后 二到六岁归教育部管 二到三岁的幼幼班 则是生多粥少 很多家长找不到幼幼班送托 幼托整合用两岁硬切的结果 造成学龄前照顾跟幼教出现断层 而福联盟认为 幼托应该要有转型机制 很多家长都非常关心的公共化的托育的部分 所以我们特别想要引进北欧的一些做法 比如说我们的保姆 原本可能改成是国家来聘任 公共化的保姆 那特别收拖的是一些相对弱势 或所谓的不利条件 或者特殊需求的幼儿 政府立专法想要展现对托育管理的重视 但若真要解决父母亲内心深处的忧虑 还得再拿出更大的决心 TV日新闻 前后想我们好与台北新北采访报道 男孩利用AI技术 打造出虚拟偶像女团 团圆不止外形亮丽 还可以客制化跟粉丝互动 重点是她们不需要休息 也永远不会变老 另外有软体开发商也打造出AI女友 动感歌舞洗脑电音 这乍看之下就是一般的K-POP流行乐 但是这可爱甜美的女偶像 全都不是真人 我的名字是Ivan 你的名字是Jane 你能告诉我你的团队吗 我从世界中最初的K-POP女朋友 都是用AI生成的虚拟女孩 共11位组成叫做Eternity的女团 这是电影院的未来吗 看得到 触不到 但除此之外 唱跳俱佳风格百变 不会累 不会变老 还能完全客制化 记住你是谁就像你的朋友一样 Ai偶像最大卖点就是能完全符合你的想象 依照喜好风格来调整 而且也没有语言隔阂 Ai运用在娱乐圈掀起科技革命 不用耗费大把时间财力去栽培能歌善舞的偶像 照样能收获数位世代的年轻粉丝 而在美国好莱坞 AI越来越能骗过观众的眼睛 演员们看起来怎么都不会老 视觉年龄好惊人 怎么办到的 不仅让过往看来突兀的美化修图 更为自然 AI还能这样用 影像经过AI软体自动校正过后 变成这样 直接变成了法文配音 嘴心脸部表情却能完全一致 这样的软体原本是想要解决许多影集 在配过不同语言后完全不对嘴的状况 但没有想到也能这样玩 林恩尼迅的声音台词直接透用在不同人身上 看来也超真实 AI越来越强大 真的能够替代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互动吗 许你女友云端情人认你挑选 重点是透过AI可以学习你的喜好 讲的全部都是你想听的话 有学者警告 这会毁掉整个年轻世代对人际关系的理解 当然AI可以当作一种辅助社交的工具 像是有交友APP就打出用AI帮你聊天 不过CN记者来实测似乎不太顺利 一不小心就太油腻 使用者可以选择想要什么风格的语句 AI会分析你过去的简讯记录 推荐适合你的话 但是看起来都不适合 不过尽管如此还是有发展空间 日本软银的创办人孙正义就很有信心 他评估十年内通用AI会比全人类的智能强大十倍以上 不过他也警告 日本企业采用AI的比例还太低 再不醒醒可能会被淘汰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健康的话题我们来关注的是 肾脏密钥系统还有神经内分泌系统 它有一个很紧密的平衡 但还是有一定的可调节范围 如果在短时间内或者是持续的一直摄取过多的水分 超过神经内分泌系统可以调节的程度 就要特别注意肾的问题 医师也建议年纪大虚弱的病人 不建议喝太多的水 如果有摄护腺肥大膀胱过动症的人 如果水喝太多喝得太急 也会造成排尿障碍 如果体内水分摄取过多 会导致血液中钠离子浓度降低 水分会往细胞内移动 进而造成细胞肿胀 若轻忽可能会出现低血钠症 病情严重还有可能会造成生命危险 当你的身体出现这些渗透压 有一些改变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会让你要多喝水 比如说假设我钠离子很高的时候 代表身体水分不足 我就要多喝水 刺激我们肾脏要吸收这个水分 那这些水分的刺激会分泌一些荷尔蒙 比较抗利尿激素这个部分 我们身体里面的水分是需要各种器官系统 一起来维持体内的平衡 那包含这个吸收的肠胃 然后我们的泌尿 肾脏泌尿系统 还有神经内分泌系统 它有一个很紧密的平衡 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可以调节的范围 正确的喝水观念 医师指出口渴了 一定要喝水补充水分 如果没有口渴的情况之下 想补充水分 该怎么补充呢 小口小口慢慢的喝 一般我们建议 一小时不要超过100cc 这样子身体才能够真正的把水分留住 能够确实的吸收水分 如果低血压的原因 我们要先去排除这些 你是不是水喝太多 或者是你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因素 抗烈尿激素 那抗烈尿的原因太多了 那临床上很多病人 其实包括说他有内分目不平衡的 很多人会以为多喝水没事 没事多喝水 认为喝水能够促进新陈代谢 是一件好的事情 事实上这个观念不见得一定正确 有一些情况的确要多喝水 比如说天气很热 大量流汗 大量运动等情况 减重的人吃一些减重的饮食 或是重训健身吃大量蛋白质的人 务必一定要多补充水分 然而有一些情况我们会建议 不要喝太多的水 例如洗身的病人 例如说心衰竭的病人 或是该硬化负水的病人 有一些年纪太大虚弱的病人 我们也不建议喝太多的水 另外在我们泌尿科 如果有色护腺肥大 膀胱过动症的人 如果水喝得太多太急太快 也会造成排尿的障碍 多喝水这个名词 大家都好像习以为常 觉得多喝水才是重要的 那真的多喝水会比较好吗 其实从这个医疗上来看 是不一定的 那么必须要根据个人的 这个身体的状况 还有身体的疾病的状况 还有年纪 那么做这个水分的 这个调控的一个摄取 起床喝杯水 然后三餐饭前饭后要喝水 那出门有过多的水分流失 要补充一杯水 那自己调 自己可以调制体味的水 比较能够达到这个量 水中毒呢 其实并不是水里面有毒 喝了造成的中毒 所谓的水中毒是 短期之内喝了大量的水 超出了我们身体 所能够负荷的量 水中毒的患者呢 常常会造成脸部浮肿 肺积水 四肢水肿 甚至严重会造成意识不清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状况 所谓的喝水太多中毒呢 简称叫水中毒 那其实呢 就是因为水分太多 让血液里面的相对钠离子太低 变成低钠 低钠呢 造成有一些症状 比如说会意识不清晰啊 模糊啊 所以如果我们在短时间内 或者是持续一直摄入过多的水分 超过我们的神经内分泌系统 可以调节的程度 的确会有水分 维持 淤积在体内而造成水中毒的现象 那水中毒其实 它会有很多全身性的症状 那我们最担心最要防范的是 血纳过低 意识提醒一般人喝水量一定要足够 也必须考量流汗量与冷热天气而定 更需要注意水分摄取状况 维持身体正常机能运作 TVBS新闻 萧运强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